只有这样 你才能不守牵连 我不 我不 我经常骂你 但爹打心底里 希望能看到你 爱相封侯 举其生子 爹想一路护着你前行 可如今 做不到了 听我说 爹已是无庸之身 只有你狠下心来 一方能安然无恙 明白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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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你爹 从今日起 我与你父子之情 一刀两断 再无瓜葛 你 你 爹 放开 放开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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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优之已经下狱 你怎么办 陈愿将内库裁权交还给陛下 你本来就应该交出来 还要怎么责罚 全听陛下做主 陛下 陛下 卖国之事 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见庄莫函 不过就是谈闻论经 卖国一说荒谬至极 有谁作证 是我勾结北齐 出卖颜冰云 又有谁作证 颜冰云潜伏北齐 极少人知道 长公主见了庄莫函不久 北齐下令 抓了颜冰云 不是长公主所为 消息怎么会泄露的 颜冰云潜伏北齐 还有一人知道 谁 范贤 范贤如今是颜冰云 已经离开京都 他怎么可能知道此事 据我所知 范贤入京途中 见过颜冰云一面 要说泄露机密 他也脱不了嫌疑 是这样吗 臣回去查识 不过即便如此范贤 也不可能勾结北齐 那臣就有可能了 查 查得可睡落石珠 陈宁智 陈院长为国解忧 老虎功高 我送您出宫 谢长公主 听说院长和范贤 一见如故 长公主和范贤 也是一见如故啊 查案查到了范贤身上 院长定会秉公值办的吧 大事自然 那就好 好了 我就送到这儿了 院长请自便 赞公主请自便 斗胆问一句 院长有没有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的感觉 我的脚没有感觉 扯到我头上了 对 展公主说 你入京的时候 见过阎兵云 范贤 阎兵云 没见着面 但确实遇见过 那如果只是遇见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不知道 他是去北齐就行 四处的人 要杀自家的提斯 这责任必须有阎若海来付 滕子经 是他的儿子 阎兵云的麾下 院长一生气 把他指给撤了 让他带着手下 假扮成商队 去北齐 去接手那个谍报王 这可是绝密啊 费老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他这不是坑你吗 你现在知道了 他要去北齐 他现在又被抓了 那你就有嫌疑了 只是嫌疑 只是嫌疑 有嫌疑就够了 那现在李云锐那边 就没法定罪 我看这事要功亏于亏了 陈平平那边怎么说 他让我传话 让你过去见见他 怕是 也不计可施了 你不能去 让我进去 我有事情要接白家人 你不能进去 我将见我自己要接他 我说了你不能进去了 别再往里扯了 让我进去啊 你们 是的 让我进去 我有事情要跟范大人说 你们让我进去 你多少 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你们退去 范贤 我错了 是 什么 范大人 你无论你当初为何要打我 定是我咎由自取 我不该闹上福堂 我更不该与你为敌 不是 你是郭宝坤吗 这是郭宝坤吗 范大人 我给你磕头认踪 你先起来 范大人 你无论打我骂我 我绝无二话 只求你放过我爹 一切罪责皆归无神 你是为你爹来的 那天在秦年殿上 怪我说错了话 跟我爹无关 求大人开恩锤炼 你爹的事求我没用的 求 求大人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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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党犯了朝臣大忌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说了你求我没用 你求求 范大人 我求求你了 范大人 你现在不是求我的问题 我求求你了 范大人 你现在不是求我的问题 是李云锐 壁虎断围 把责任推给了你爹 你现在这种情况 谁也救不了你爹 范大人 你 你一定有办法 我求你救救我爹 范大人 我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范大人 求你了 范大人 严谨于此 请回吧 咱们走 范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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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求求我爹 让范大人 范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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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求求我爹 范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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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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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朝一日 我一定会牵手杀了你的 范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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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亲耳听见李云锐 跟庄默涵的密谈 毕竟没有其他铁证 现在我自己也有了嫌疑 这次想把她赶走 恐怕是难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未尽全功 下次再找机会吧 战公主输了 我明白 所以我 你说什么 你知道吗 即便有铁证 即便陛下知道 他勾结北齐 卖了阎兵云 也不会被赶出京都 为什么呀 那可是卖国呀 毕竟是长公主 随非血亲 亦是皇族 再大的罪 殉事了之 那所以我做的那些 都是白费 我答应过你 帮你把他赶出京都 我答应的是 一定会办到 今日在家前 我殷尸力道 就等他说出那句话 据我所知 范贤入京途中 曾见过阎兵云 要说泄露机密 他也脱不了嫌疑 此话一出 他已犯了大错 让公主这一仗 他输了 他一定会被赶出京都 卖国都不会有事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吗 他触碰了陛下的逆鳞 陛下的逆鳞是我 你出来京都 遇见阎兵云 此乃绝密 检察院里 只有几个主管知道此事 那展公主怎么知道的 答案只有一个 检察院内 有内建 你知道检察院 只属陛下官下 他插手检察院 就是试探军权 因此 才是陛下无法容忍 那现在该做什么 把他抓住了 铲除后患 这个人 必定位高权重 我来了 我来了 是谁找我呀 我来了 谁找我呀 出来了 传单洒满了大街小巷 到现在你们查不出是谁做的 啊 医处还好不好意思做监管京都注尸 马上调集所有人手 立即给我查出结果来 是 是 都下去吧 何事 影子刚才来找我 险些动手 为何 前段时间 针对陈萍萍的自杀 她怀疑我 是你吗 严大人 你好大胆啊 严若海 你若想置我于此地 尽管出去告发 为什么要杀院长 我不想监察院毁在她的手上 你能接受范贤那小子 成为监察院之主吗 影子最后为什么没动手 她只是猜测 于是来试探 我装作不知躲过去了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借我几个人 你自己有属下 信不过了 你要做什么 出城 接人 接谁 你只需借我几个信得过的手下就行 接什么人 还是李云锐 出卖我儿子的事 这件事儿只是传闻 严大人 这件事儿只是传闻 严大人 前仙世子 庄宝涵的使团 已经回归北齐了 说重点 我的部下抓了使团里的人 秘密送回京都 我去接人 路上抓的 你要做什么 那个人能证明 庄宝涵与李云锐的关系 李云锐害了我儿子 我没那么容易放过他 这件事儿 你不打算跟院长说吗 到了这一步 你说我还能信得过他吗 这件事儿我要自己查 诸葛 我四处的根基不在京都 如今我能信得过的 只你一人 是帮我 还是要害我 随你来选 最多给你三个人 最多给你三个人 足够 好 稍等一下 站住 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走了 你们去前面的村子 找辆送菜里留车 把人带回去 出壳 出壳 通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最后捞到这步田地 你不能杀我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这可能是陈萍萍设下的圈套 就是为了引你入告 我还真想过 所以我把自己所有的眼线 都派出去了 锦盯京城各路人马 我可以告诉你 到现在为止 京部内监察院所有高手 并无掉头 还有影子 影子现在还在院长的门外 寸不为力 你手下盯得住他 盯不住 也拦不住 但是影子一旦离开检察院 会立刻有消息传出 就算他现在赶过来 也来不及了 谁也没有见过影子的真面目 你就没有想过 今日他已经和人换了身份 出城前我特意跟他聊了两句 确认无误 你一直坐视周密 所以说这不可能是院长部的局 你不过在拖延时间谋求变数罢了 变数未必在京都之内 你说的是黑棋 院长的黑棋一直藏在城外 那如果我告诉你 黑棋的调动也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黑棋里也有眼线 你早在提防陈平平 今日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了 有什么医院吗 你既然不是陈平平的嫡系 为什么要杀我 我抓此人 只是为了探求李云锐的叛国真相 与你并无瓜葛 你何必要 你是在保护李云锐 你是长公主的人 你是长公主的人 你见过颜若海吗 见过几次 我和他少有接触 但我觉得 剑察院八大处 除陈平平外 他和诸葛 是最出色的两个 可惜 这样的人物 今夜也要陨落了 我该跟这一起去的 不必 诸葛出手 筹谋良久 万无一失 今日之后 剑察院也将为我所有 你说是不是真相 范贤诗句中写的 高臭不胜寒 我不怕寒 我就想爬上去看看 今日之后 殿下赌掌建察院和内库裁权 必将是沁国 全是最盛的女子 听说人才陨落 将有星辰坠空 我期盼夜幕快点降临 我等着看 为什么 你是要依靠 长公主的支持 夺取院长之位 我从未这么想过 那你和陈平平有怨 院长是我生平最敬佩之人 不畏权势 不畏私承 那你投靠李明锐 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庆国 愿听奇想 我都说了 今日没人能救得了你 你再这么拖延下去 有什么意义 若海兄 我一厢认为你风姿卓绝 不要到临死坏了气度 送严大人上路 再不出来我就真的死了 再不出来我就真的死了 朱大人 你这就不讲道理了 你说建禅院在京都的高手间 有人盯着 那我呢 我怎么没人盯着 不把我当回事 朱哥瞧不上你 你早该知道 院长 你怎么会 我说了 这是他的圈套 就算加上你们两个 也无碍大局 你真觉着 就我们两个 你总不能从天上 变出人手来吧 杀了颜若海 你在哪里 你这些人 很难 住跑 不 bırak 你再闻 你再甩了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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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 这不可能 送你回京之后 黑棋归营再无调动 全营人数每天都有回报 一个都没少 那这些黑棋是从哪来的 你还算是谨慎 到现在为止 我都无法确认 黑棋当中谁是你的眼线 不是黑棋的主力 是负责粮草的资重营 难怪查不出异常了 又可以监控黑棋所有动态 院长 可不可以告诉我 这些黑棋是哪来的 你说的没错 自我回京 黑棋再无调动 回京之前 最后一次 黑棋的调动 还记得 抓谁了吗 公子保重 奴家先行一步 我 助我抓斯莉莉那次 不信仅是斯莉莉 那天走的都在这里了 对外讲他们是去北方边境 实际上他们早已潜伏在京都附近 就等近日 从那时候开始 院长你就对我开始布局了 不 再早一些 犯嫌还未入京 就再做准备 你想想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表现出 与院长不合 昨日夜间 刑部侍郎府内 亦由我检察院的人加入其中 严若海 那不是你我能做主的事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庆功 院长也是 他老了 别逼我亲手抓你 你怀疑 是院长出卖的语言 要再挑战火 只有刺杀庄穆罕 庄穆罕是谎的 我们要杀的是陈平平 我不想检察院 毁在他的手上 你能接受范贤那小子 成为检察院之队吗 一场戏演了那么久 那么久 才让你真的相信 我对院长不满 那那些刺杀 也不过是在替院长 缠除异己 别甚是忌惮 若不是长局 你怎么会上罢 离我 朕 除新几率 旷日之久 输了不愿 最后一个问题 院长 为何那么早就开始对我不拘 丹州刺杀 监察院密令 诛杀国贼 你是监察院的人 丹州刺杀是因为 监察院误传密令 我儿子因此丹子 去了伪齐 伪造密令 必有后宫 但是你要明白 监察院内 必有内容 那就认定是我了 几位主办都下过套 经过筛选 最后才确认 你嫌疑最大 那刚杀的这个 也不是背弃使团的人了 临线调来的死囚 杀人放火 死得不远 我再问你一句 为何投靠李渊月 他能给你什么 院长 我入监察院多年 曾经为我的身份自傲 可渐渐地 我变得恐惧 变得忧虑 监察院不受六部管辖 收拢有才之士 既有文物奇才 又有市井之徒 可以说庆国大半的精英 都已在监察院的麾下 监察天下 乃监察院 只能所在 那如果监察院要反呢 士们天下谁人可挡 你是说我反 院长或许不会 但谁吃得准将来 如果有野心之人掌控了监察院 屏蔽圣上操纵朝政 那后果不堪设想 你在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担忧啊 人心善变 我怎能安真无忧 你对后患 怎么解决 如果监察院势头巨兽的话 那牵着他的绳索 必须操控在皇室手中 为什么是长公主 你可以选择 太子 皇子掌权 必起风波 为长公主不同 她既是皇室又非血亲 还是个女子 她的生子 陛下一言可定 所以由她接管监察院 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院长 还真是一切为了庆国 那是自然 说得好听 你一个小辈懂得什么 为了庆国可以把自家暗探 出卖给北齐 如此行为 我确实不同 兵云的事我却不知情 我也没想到她会这么做 即便如此 你还选择她 我刚才都说了 我要的是皇室掌控监察院 是为了庆国千百年的基业传承 至于李云锐人品如何 是善是恶 那无关紧要 若是为了权材 或能挽回 现如今心中大意不同 绝无转换余地了 那是自然 把她交给圣上了 那可不行 困兽犹都 如果现在把我带到圣家面前 那李云锐必定会被赶出京都 我多年的毛发 岂不全都落空 如果今日我身死 那谁能证明李云锐 曾经插手监察院之权 洪四祥不在宫里 是 确认无疑吗 自从殿下对太后有所怀疑 我就一直有所警惕 刚发现洪四祥秘密出宫 就来告知殿下了 那老太监能去哪儿 糟了 臣秘密吓得一手好奇 洪公公也来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总要有人见证啊 朱大人若不愿陛下知道此事 可以先杀了我 然后再自己 洪公公说笑了 朱大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满城高手我也就罢了 怎么洪公那边也没人盯着呢 我房子是监察院 又不是黄公 朱大人 跟我回城吧 朱大人是要逃走 还是要杀了老奴 再或是想要自尽 都请自便 且看大人能否住院 院长 之前诸葛说的话 您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既如此 诸葛生死 无关紧要 陈院长想说什么 我了解诸葛 就这番把他押回京都 各不问沈对于他 与羞辱无疑 雄途陌路之人 所要的 只不过是个颜面 洪公公 若你我有此一日 看来是我的私辱 还与他吧 谢院长 院长 范贤此人 机敏聪慧 文采盖世 年轻一辈中 无人能出其用 将来 或许能成为文坛宗师 亦或是 济世名臣 唯独不适合 接掌监察院 自他入京以来 我一直留意他 虽是天才 但骨子里缺了那种 对皇室的敬畏 如果由他接管监察院 恐有巨变 你此番话语 是否向陛下转述 最后一次禁言了 诸葛一生未倾过 从无半点私心 今日生死 有汉无悔 诸位 去路迢迢 先行一步了 陈院长 我先回宫了 此间话语 我会转述于陛下 红公公有劳 我记得 初见你们的时候 一气风发 跨进这个门远的样子 我也记得 麻烦你 对他回城 去路迢迢 去路迢迢 终有一日相见 我们回吧 我们回吧 我没想过逼死他 人生一世 悬条路 不退让不更改 一直走到尽头 是件兴师 殿下 洪四祥出宫 未必和诸葛一事相干 宴统领所言极事 殿下不必忧心 殿下不必忧心 你们瞧见了吗 瞧见什么 忧心坠空 传顺极事 真是美啊 就这些喽 是 今日一人一行 再无遗漏 诸葛对范贤说的那些话 你是怎么认为的 朝廷大事 不敢妄言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可是个个都说对庆国忠诚 从来没有想过 朕是希望他们怎么做的 陛下的话 暗藏深意 老奴实在不懂 装不懂的人才真懂 凡李仁睿吧 凡李仁睿吧 陛下 长公主已经跪在门外了 陛下 殿下还归着 是 玉书房内毫无动静 你现在却就是害死殿下 那就这么看着 我们绑不上 那也可以找别人啊 这时候 谁愿意出面 顶撞圣上 殿下 这时候不能去啊 殿下 您找我 怎么了 灵婉儿对你来说 是什么 未婚的妻子 你想娶她 是为了内骨的财权 还是为了她这个人 就算她是个侍女 是个丫鬟 我也非她不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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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